大家星期五晚上好 我待会准备看看米饭跟菠萝 看看安纯更喜欢吃哪一个 我买了一只菠萝嘛 然后我们家其实有开菠萝的神器 就是转着转着转着 就可以把菠萝削成圆形的那种 但是刚好没找着 所以我就用了我们家的刀 把菠萝皮给削起来了 比较厚比较肺 嗯好像一整个菠萝被我削落 只剩这么一点确实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浪费 但是呢我准备给菠萝吃一顿好的 我这里有菠萝片 然后我这里有一份还得烙火锅的饭 当然我刚刚晚上自己吃了一点 所以呢我准备把这两个东西都炸出去 然后看看 作为安纯他们的首选是什么 哇塞 今天是纽约下雪之后雪化掉了吗 然后其实好像是很冷的一天了 自从疫情以来我们对面的这个豪华出租楼 都空了不少人 安穿小东西 有个安纯的特别安聪明 他睡到那个屎盆里 小聪明 小聪明 好冷好冷 让开让我捡起来 一二二 好捡起来 好冷好冷我先把它关上 把这两个放进去 你们猜一猜安全会先吃哪个 你们猜一猜安全会先吃哪个 我也从来没做过对比实验 所以我不知道 第一个是菠萝 第二个是一碗饭 看看你们更喜欢吃哪个 看看你们更喜欢吃哪个 小伙伴们要注意了 好冷好冷 他的鱼很今天是冷 所以他们就跑来跑去 看那是公的 又去追着那个鸟 我本来准备今天晚上 把那些多余的公安城给 一脑咔嚓掉 可是暂时还没忍心 我准备拖到明天晚上 先让他们吃一顿菠萝再说 全部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菠萝 跟饭 有了有了 有这位贪吃的同学来了 有了 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在干嘛 好 都在发呆和睡觉吗 come on 你们有吃的了加餐 以前已经有两只安城跑过来吃米饭了 然后并没有安城注意到被 这只踩在脚下的菠萝皮 哦 也许是今天太冷了 没有食欲是不是 你们知道你脚下一个菠萝吗 我先把他放在菠萝里面吃 放在菠萝里面吃 先关上看看啊 先关上 诶看看 又是安城开始吃菠萝了 看到了吗 我就是在箱子外面看了 他看一下我看一下 多吃一点我还有好多好多菠萝皮 本来想说 看海米饭跟菠萝 安城更喜欢哪个 答案应该是 都没有领我的情 都没有理我 全部聚在一起取暖去了 好了明天我再过来看你们吧 晚安 明天见